这个题目是5C标准指导下的教学设计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以及它的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在之前我们可能一个月前 在北外的有一个讲座的时候 我们这个我的这个讲座是在一个大的话题框架下的 那这个话题框架就是教师的教育理念 对他的教学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就是意思是作为一个老师 你拥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那就会指导你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 什么样的教学实践 那所以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框架下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我分享的这个教学理念呢 就是以这个5C标准作为指导的一个教学理念 然后设计的教学环节 那我先来 一个自我介绍啊 我呢是罗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公派教师 我承担有高中的非学分课程 以及我们孔渊的那个module课 就是成人课啊 那我来讲解一下这个5C标准 5C标准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 右边那有这个五个环 对吧 那这五个环呢 它都是以这个C开头的 所以它就是我们把它叫做5C啊 那这个5C它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这个美国外国外语教学委员会 就是ACT ACTFL这个一个协会 他们所制定的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它的全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叫21世纪外语学区标准 就是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然后呢 因为它有五个标准啊 就是五个C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5C 然后它现在就是有了一个最新版的 就是2015年的最新版 它的名字做了修改 它的名字改成了面向世界的外语学学标准 那但是它的核心 还是以这个五个C开始来打头的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叫做5C标准啊 然后这5C 5C它包括就是这五个方面啊 就是交际 文化 衔接 比较和社区 那我在今天的讲座中 会根据这个每一个标准 它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Demo 就是一个介绍我是怎么 这个根据这个标准来制定我的 教学目标 教学环节 然后整个教学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好 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个很大的表格啊 就是它具体 因为这个标准它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 它规定了每一个目标领域 就是比如说在交际领域 文化领域 衔接领域和比较领域 还有社区领域 它们具体的一些标准 那我们待会儿会 这个大家不用解 我们待会儿会具体的每一条逐条的来看 好 那首先我想先解析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五岁标准 因为五岁标准呢 它提倡的是一个比较真实性的 交际性和知识性趣味性与一体的这样一个教学标准 因为它这个五岁标准强调的 待会儿大家可以在每一条具体中可以看到 它强调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以活动为主的一个教学理念 所以这个过程中学生它的实用性和实践性比较强 而且这个五C标准它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教学的标准 而且它强调这个语言系统跟能力之间的一个平衡 就是学生不仅是 它更强调的是学生可以用 可以实际地去运用 强调所以它是不光是学了这个语言 而且它可以使用这个语言 然后最后呢 而且它其中还强调就是语言跟文化之间的不可分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具体呢 我是以我的一个教学实力来作为展示 就是这个教育实力是以中秋节的主题教学为例的 这个是我的这个教学对象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 这个交际 那交际 可大家听到交际 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交际 它包括了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可以口头的交际 对吧 或者是我们书面的交际啊 对 那然后呢 在这个标准它是它是纵向的把这个交际分为了三个方面 就是有人际交际 诠释交际和表达交际 在人际交际方面呢 它就包括了口头和书面 或者我们说笔头的交际 那口头的交际就比如说我们是日常的这个对话 跟学生询问 你比如说因为我这个是中秋节为主题的这个教学 那所以呢 我比如说我在上课之前跟学生问说 你们对中秋节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有哪些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quiz 那这个就是偏笔头的 对吧 就是学生不光是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看懂这个文字 而且他看懂的是跟这个中秋节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学生他是不是真的明白 是不是真的理解 对吧 然后诠释交际的意思呢 就是说学生可以通过看视频 或者听音频来理解关于中秋节的场景和对话 那比如说我们给学生看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答啊 或者是我们给学生展示一个 像昨天范范老师提到的那个 跟中秋节有关的那些广告啊 或者是视频 那我们就给学生来看一下 然后问学生说 这个你明不明白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也是检测 学生他对于关于这个交际的 他的能力的一个标准 然后表达交际的话 就是学生用通过自己的方式 不仅是可以自己主动的输出的说 那他也可以就是有书面的形式来表达 那学生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海报呀 折叠书 来最后做一个综合的展示 表现出他对这个中秋节 所有的这个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知识的总结的一个汇总 那比如说学生可以做像这种的这个 这个叫折叠书 那学生他打开以后里面可以写很多 比如说中秋节我们做什么 吃什么看什么 然后有哪些元素 有什么样的诗歌 很多就是你所设计的这个环节 学生都可以通过这个折叠书来最后来展示 那这个是这个交际的方面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文化 文化的话这个5C标准呢 把它分成了三个方面 就是有文化观念 Perspectives 文化习俗 Practice和文化产物 那文化观念 文化习俗和文化产物 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标准呢 它是规定了这个文化产物 文化产物呢 就指的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文化创造 那有形的文化创造 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筷子 四合院 然后书籍 这个都是有形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 那无形的文化产物 就比如说一些口传的故事 教育系统 教育仪式 戏剧等 那这样的话 我想请问大家 就是比如说 那如果我们以中秋节为例的话 我们这个文化产物可以有哪些 月饼 对 非常好 这个是有形的 对吧 无形的文化产物 有什么 对 嫦娥奔月 这个故事 对 非常好 那这个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这是我选出来一些 当然有非常非常多 对吧 那就是月饼 或者是跟中秋有关的神话故事 或者是跟中秋有关的诗词 那文化习俗呢 文化习俗是指的是 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 以及绘画形式的使用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这个中秋节主题的情况下 文化形式 有 看月亮 对 非常好 看月亮 嗯 还有没有 其他的 哦 给家人打电话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我们可以吃月饼 看中秋晚会 然后跟家人朋友相聚 然后赏月 对 非常好 那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方面 就是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呢 它是指的是受某一族群 大多数人普遍信奉的这个意义 态度 价值 观念 思想等等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这个中秋节的情况下 这个文化观念应该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团圆 对 非常好 团圆 那对 思念 团圆 然后中秋可能还有丰收 这些都是文化观念 对吧 那它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标准 所要求的是 学生能够把文化产物 文化习俗 跟文化观念 相建立一个关联 就是相联系起来 每一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分开的 而是它是相互联系的 那所以这个里面 就是我的一个活动设计 那这个活动设计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就 去做一个关于月饼的 这样一个活动 那它可以有 比如说学生调查这个月饼 它的口味有哪些 传统的月饼 它有什么样式 然后它的包装上 都有哪些元素 这些是有形的文化产物 对吧 然后呢我们去品尝月饼 然后去讨论 说这个为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 然后南北方有什么样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文化的习俗 对吧 然后我们再可以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月饼盒上会有这些字 它的月饼的设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花文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吃这个月饼 这个就是文化的观念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活动进行下来 学生的这个关于中秋节的文化活动 就不只限于OK中秋节中国人要吃月饼 而是它是一步一步的足层的递进的 对吧 它慢慢地深入到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 学生对这个文化的学习就更深入了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衔接connections 衔接的话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建立衔接 然后第二个是获取信息 以及多元观点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衔接connections 就是说这个衔接呢 它是包括学生的这个 它可以是 它学习了这个语言之后 它开展批判性思维 然后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就是说你不只是学习了汉语 这样一种语言 而是你可以用用汉语的这个思维 去跟你的生活联系起来 而这个是一个方面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把你的学 就是汉语这个学科 跟其他的学科联系起来 所以就是说它的实用性 你不只是学习了汉语 然后你只在中文课上说汉语 你只在看到你中文老师的时候去汉语 而是你在你的生活中 你都可以运用 就是它的是相通的啊 所以它叫这个衔接 那我在这里设计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昨天帆帆老师 其实也提到了这个 就是了解月象 就是它是跨学科的联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领导学生 去了解这个月满则亏 它的含义 以及后面的这个价值 但这个都是要根据学生的水平 跟你所有的课时来具体衡量的啊 然后那这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月象 它后面每一个每一天的月亮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对吧 那它初一初二 这个初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后面到这个二十一二十二二三二四 就是每一个月亮的名字 然后为什么我们过的这个中秋节是八月十五 因为它这个月亮是圆的 这个都是可以引导学生去理解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就是月象 它的不同的名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就是它不同月象的它的名字 新月啊 下旋月啊 这个学生 他都是可以跟自己 那个其他的学科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比较 比较的话它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语言比较 一个是文化比较 那语言比较大家都比较直观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 你学生自己的母语和他们学的这个汉语之间 很容易经常的学生都会进行一个比较 那同时呢 我们就是可以不局限于语言的比较 还会要 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一个文化的比较 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对吧 那我们学完语言 那它背后 就是为什么这句话会这么说 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俗语 它背后的这个文化 也可以引导学生去进行一个比较 那所以在语言比较的话 我所设计的其中的一个活呢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古诗 比如说大家知道 关于中秋节 关于月亮 有非常非常多的古诗词 对吧 那我们可以学生 学这个静夜思 然后跟匈牙利的诗歌进行对比 它的韵脚怎么样 它的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 都可以引导学生去比较 那这里呢 我有一个 这是一个视频的截图 因为它的左边就是这个静夜思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古诗 然后右边呢 是一个匈牙利的学生 是匈中双语学校的学生 他用那个中文来介绍匈牙利的非常著名的诗歌 就是自由与爱情 然后这个学生他用中胸双语来对这个诗歌来进行一个介绍 那这样的话就是学生可以比较直观的可以看到 中国的诗歌和匈牙利的诗歌 以及他可以就是翻译成 匈牙利的诗歌也可以翻译成中文的诗歌 那他们学生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可以看到 而且他看到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可以用中文来去介绍这个诗词 就是翻译成汉语的匈牙利的诗词 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然后文化的比较的方面的话 这个就是我所设计的就是 刚刚之前我们也说可以看到月象 对吧 月亮的不同的名字 那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过渡到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日历 就是中国人古代所使用的那个日历 和我们现在大家普遍所使用的这个日历 它有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鼓励学生他制作自己的这个专属的中文的日历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日标记出来 家人的生日标记出来 那所以这个的话 他学到了这个中文的这个关于古代的日历的知识 就是跟他的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对吧 他也不是只学习了 OK 中国人使用根据月亮来学习的这个 来制作的这个日历 那他也可以跟他自己有一个联系 然后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社区 社区的话也比较直观 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学校 我们学中文不只是局限于课堂 不局限于学校 而是它是可以变得无限的广阔的 它是可以跟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以及甚至到这个世界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信息社会上网非常容易 所以你很容易的你 你就可以跟世界上所有学习中文的那个中文的学习者 你可以占预一个联系 所以他就包括了两个方面啊 一个是学校和全球社区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终身学习 就是一个是横向的 一个是纵向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给学生设计的这个活动的目标 或者是我们设计的一些活动呢 就可以让学生比如说 他不仅跟家人朋友分享 他也可以跟他们介绍 让家人和朋友也了解到中秋节的意思 然后去一起吃月饼 然后终身学习的话 就是学生他可以把自己的所学到的这个知识 然后发布到网上 他可以就像昨天凡凡老师也提到了 学生可以发在Instagram上 或者是Snapchat 这些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发到网上了 他就是他是一个 他可以跟全球的人做一个互动 对吧 而且他可以作为自己 每个人自己的学习成长的一个 纵向的一个记录 对吧 这是我2021年学习的内容 这是我2022年学习的汉语的内容 他就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五个方面 就是这个五个C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 和community 那所以在每一个具体的这个活动的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难 就是照顾到每一个方面 对吧 这个要根据我们的课时的安排 学生的数量 以及学生的程度 来做具体的判断 所以我们这个要 所以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四个课时的这样一个时长的活动 那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不同的筛选 那我觉得这个标准对我们 它的指导意义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准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方案 但是你具体设计的时候 你只要根据OK 我它提到了哪些方面 它提到交际方面 那交际有口头交际 有笔头交际 有这个表达交际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去提醒自己 我在活动设计活动的时候 我有没有照顾到这个方面 学生如果我想让学生锻炼这方面的能力 我可以给他设计什么样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指导意义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那它这个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是完美的 对吧 我们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 那它的优点我觉得比较直观 就是它使用性比较强 功能性比较强 然后呢它可以深度文化学习 这也是为什么我设计的是一个中文教学 那个中秋节主题的文化教学 因为它可以非常深度地学习文化和语言 然后呢它是以个任务型为主的教学 学生它一直在有 一直在做任务 一直在不停地 它是去使用和练习这个语言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局限性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汉语的它的特殊性 我们比如说你想要学生练习语音 想要学生练习汉字 这个是在我们在这种任务型为主的教学中 很难去强化的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不断地 一遍一遍地去强化学生的这个 它就是需要写20遍 它可能才能记录这个生词 它就是要说15遍 它可能才能把这个发音说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可避免的就要使用这种 就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功能性的这种教学方法对吧 然后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局限性 那老师可以根据你们实际的情况 来做一个筛选和使用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老师们如果有什么指导 可以欢迎对我提出建议和批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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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